来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药文呢 来看带您看到的是 中国最近呢 是禁止台湾凤梨进口到当地去的 那引发了台湾的果农很担忧啊 会不会有下一波 会不会有其他的水果 也接下来被禁止呢 那中国丁派媒体环球时报 决定不再演下去了 打开天窗直接说亮话 环球时报总编辑说没有错啦 这个就是政治考量 禁凤梨根本是不算一张牌 因为接下来恐怕会有下一波 还有其他水果可能会遭殃 而且也放话说要台湾当局 自己来做噩梦吧 那么在这个中国禁了台湾凤梨之后呢 不断的狂推什么呢 狂推他们中国国产顶级凤梨 叫做徐文波罗 徐文波罗的意思 当然波罗指的就是凤梨 所以这个中国国产的这个凤梨 其实接下来也登场了 到底进了台湾凤梨这个出口到大陆去 其实又接下来是让他们的这个凤梨登场 这怀了什么样的主意真的非常明显 那针对中国跟这个农 把农产品跟政治撤在一块 我们的农委会也相当火大了 要农民不要担心 其实台湾近年来不断的在水果上面布局 要把水果出口到其他国家去 在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成长率呢 来看一下 凤梨的出口成长率是来到164% 联屋的成长率来到77% 柚子的成长率也高达147% 那么如果其中以国家来看 台湾水果外销其他国家的成长率 香港也提高了68%的成长率 日本提高了37% 韩国提高了75% 而美国提高了21%的成长率 那么不过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台湾农民了 现在哪一个果农很担心呢 因为台湾凤梨停止销往中国之后 六规的联雾也传出有道影响了 贸易商暂停出口订单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六规农会说有其他贸易商也愿意接手 社主播现在记者在这个六规农会的外销集货上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 他们是正在包装这个蜜蜂林的这个联雾 这些全部都是准备外销到这个对岸去的 本来一度受到这个凤梨停止销往大陆的影响 一度有传出这个贸易商也要暂缓这个联雾的订单 但是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这个六规农会本来一度是有一点紧张 但是后来有其他的贸易商表示愿意承接这个所有的数量 来听一下稍早总干事的访问 就是昨天早上就是贸易商临时打电话来说 要停航一次 所以我们就很紧张 刚好在中间因为可能受到凤梨的影响 所以我们当然是最主要要有一些应对措施 那刚好昨天晚上又有一家我们合作的贸易公司 打电话来说要愿意跟我们收购这些 我们准备要出去的联雾所以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后来又有一家那个香港的愿意拿我们的那个巴掌联雾 所以本来巴掌联雾本来订单是还没到 那也提早来了 这次受到影响的这个蜜蜂林的联雾呢 本来大概是有三千斤到三千五百斤 但是呢因为这个其他的贸易商觉得说这个外销出口的部分呢 应该不能受到这个其他的政治影响所以也代表情义相挺 甚至总監事还说这一天呢 他收接到很多这个来自国内各界好朋友的电话 表示说呢要来订这个联雾 不过由于这个蜜蜂林这个品种本来就是以外销为主 所以现在既然这个外销的这个困境解决了呢 就没有这个内销的问题 但是呢其实对总監事来说 他以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到国人呢 对于这个果农的这个帮忙实在呢让他相当感动 以上是来自现场的情况主播